节讯股份有限公司 在2022年一共举办了13场的5K赛事 其中11场在新北市 2场在台北市 非常感谢跑者们的热情参与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 这12个月的每场赛事吧 1月份是我们首次从新庄田径场 移至板桥第一运动场举行 跑友们不仅可以在新北市 最专业的赛道上测速 当天还有首次的大萤幕 实况赛事转播 让现场的跑者可以无时差的 看到自己在跑道上奔驰的英姿 可愛的恐龙也在松点区 等着与你击掌 2月份是农历过年之后的虎年甩油场 当天在开赛前就不停下着大雨 是2022年最寒冷的一场 但仍旧不减跑者们的热情 个个不畏风雨的玩赛 印证了跑者都是防水的这句话 3月份的新北场 是万金石马拉松的前哨站 许多跑友们也在万金石马拉松前 来测5千 活动也邀请到中和路跑团 担任配数团队 帮大家稳定配数 3月份的台北场 台北市体育局副局长 蔡培林也前来参加 和跑友们一起跑步同乐 也感谢基隆毫马团前来帮我们配数 4月份是永和慢跑首次担任5K的配数团队 担任一组配数员的马拉松百杰赖怡婷 他这次不来破PB 而是帮助跑友们破PB 5月份因为疫情的严峻 我们停办了5K赛事 6月份则邀请到全台最大的慢跑团 大脚鸭担任配数团队 总部在台中的大脚鸭 这次也特地派出北区分部的好手 替我们配数 7月份由汐止慢跑社首次来担任配数团队 汐止慢跑社的社长也前来热情参加 并表示之后也想在汐止 举办测5千的活动 8月份则是教练云集的1月 IR教练余文燕和NRC总教练吴文谦都到场 带领他们的跑者来测5千 本月也感谢FULLAN首次担任配数团队 A组配数员更是豪华邀请到先跑再说的主持人 叶校长领跑 9月份是妹子陪跑团首次担任配数团队 现场有多位妹子配数员带领你配数跑5千 让本场赛事一开爆就秒杀 赛事还有最强市民跑者封号的李自群教练 以及白马最帅区长廖吴辉来参赛 10月份由三猫鹿跑团担任配数团队 当日天气凉爽跑者们纷纷破了PB 两位当天参赛的知名跑者Debbie和吉董还同天生日 现场帮他们惊喜庆生并欢唱生日快乐歌 场面非常热闹和温馨 11月份的四周年场由爱跑者担任配数团队 三太子和恐龙也到场跑步同乐 跑友们不仅在场上和他们一同竞速 赛后也纷纷争枪抢来和他们合影留念 活动现场大萤幕更播放了热血的四周年回顾影片 与大家一同欢庆5K的每个耀眼时刻 12月份的台北场是台北马的前哨站 担任台北马配数团队的爱迪达配数员们 也前来5K帮大家配数 还有台北市体育局局长李在立 到场与大家一同测5000 年底前的新北风关场由新庄慢跑协会担任配数团队 新任会长张志宏更亲自到场跑5K力挺活动 现场还有众多跑者带着可爱动物头套来参赛 让跑场多了活泼与欢乐 准备开心迎向新的一年 最强势名标5K在今年迈向第五年 每月一场的免费工艺赛事 不仅有晶片计时精致餐点及超值的抽奖活动 更有专业的摄影团队在跑道旁替你拍美美的追焦照 让你有拿不完的照片 期待未来有更多新跑友的参与 最后祝大家恭喜发财兔年快乐 让我们下场5K见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